暗恋了三年的女生 竟然要我去跟她爸妈拜你 范范 你爸还得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 他说二十分钟 我发信息问一下 怎么你都开始迫不及待了 我也不是迫不及待吧 我这老等着 我紧张 你看我手蟹都冒汗 你都见过我妈了 你有啥好紧张的 那能一样吗 你毕竟是你爸爸的小棉袄啊 那以后我毕竟是要把小棉袄取走的人 那你爸他能愿意吗 你行了吗 你会的词还不少 还有爸回消息了 临时有点事 估计还得半个小时 那你先坐点吧 刚好我给你说件事一会儿 行那坐点等会儿啊 爸爸 你刚不是说有事跟我说吗 你快说呗 这不明天就要过年了吗 你明天去我家一趟 大过年的去你家呀 去干嘛吃年夜饭 哎你想啥呢 就是 你明天过去给他俩拜个年呗 给你爸妈拜年 对啊 你上次去我家 我妈妈特别喜欢你嘛 你说要是这一次 你在修家给他俩拜年 那我妈妈就更喜欢你了 哦 我懂了 爸爸 你这是想拉近我和你家人的关系啊 只要叔叔阿姨 他们都喜欢我 我们两个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你绝对是这样想的 哎呀你去不去嘛 去是倒是可以去 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爸是啥意见的 我这大过年的再突然过去 会不会有点不合适啊 这没事 只要我妈喜欢 我爸都在一起玩 哦 那你爸是不是还是一个官员啊 哎我爸来了 我走了